求助掌管全球货币政策 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们怎样呢? 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 掌控国度权兵的主 元旦以来随着港元移动 港股亦显著下跌 这种汇股齐跌的情况 是否波涛再起的前走 求主为我们争战 平息一切的风浪 知识一切狂傲的言语 拦阻国际大鳄对亚洲货币的追击 驱逐一切对亚洲货币的苦视担担 勒令国际大鳄从沿路转回 求主兴起国际监管制度 圆主的公平公义 要掌管全球的金融货币市场 求主持下特别的智慧和能力 给他心里正值的掌权者 他们不单要关注整个国际金融货币市场的运作 更要监察股票市场上沽空的情况 免得不公不宜再次努力全球百姓的财富 求主持下智慧与策略给全球的金融法例监管者 叫他们有智慧与策略应付末世的投资市场 拆毁那些粉色坟墓的虚似 识破一切计算繁复的诡诈 又愿一切在位掌权的、掌握财富的、 尝试公司作决策的、 在业界从业的及监管机构的 都蒙主掌管 行在主的公平公义中 提供完善和稳健的市场制度 保持高客率的监管和公平运作 化解一切金融危机 导致一切风险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门